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乐退族银发闺蜜的成员之一 我叫樊奇洋 今年七十岁 我身高一米七零 主持人好 你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乐退族的李俊兰 今年六十五岁 身高一米六六 主持人好 你好 嘉宾好 我是来自乐退族 闺蜜团之一张淑珍 我今年六十六岁 我身高一米六七 这个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很多簇拥者 一直是这一辈子 也是美过来的 来来来 我年轻的时候啊 应该是一直就非常爱美 因为我呢 也比较追求这种比较美 比较时尚的生活 来 张奶奶 我觉得我就是很注重这个自己的自身表现吧 还可以吧 我觉得 这个以前经常说一句话 女为乐己之容 其实这意思大概还是说 对于喜欢自己的人 我们要给他美 但其实现在有一种观念 就女人要取悦自己 不是需要通过别人来取悦自己 我买东西是因为我喜欢 我穿是因为我觉得舒服 我才不管谁谁谁喜欢我 的确是这样 实际上现在呢 我们生活呢 这个时代呢 是赶上好时代了 生活呢 非常好 我们也都退休了 孩子们都大了 都成家立业了 所以我们每天呢 就是高高兴兴地玩 然后有了丰富的物质条件 然后加之我们现在身体状况特别好 大家看我 我觉得我不太像七十岁的人 除了头发白了 但是那个皱纹多一点 但是心劲还是很高的 自己美一点 给别人带来的是一个享受 您最喜欢自己 哪一部分觉得最美 他们都说我笑得挺好的 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说 她是个爱发如命的老奶奶 对头发特别喜爱 是吧 说是坐在公交车上 生怕别人碰自己头发 为了让小孩子不碰自己头发 宁愿给小孩子让座 您跟我们说说这事 是这样的 就坐公交车的时候 这个车上多挤我都不怕 我都不怕 中文字幕——YK 那当然 就像梦露的一头金发一样 你看这一女人 她这个状态好不好 你看她说话 是不是还有少女的天真烂漫 你看她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 那你就干脆让她都摆了吧 就说明这心态不错 而且呢 作为一个主持人 以我的经验 在同时采访三位女士的时候 不能老是采访一个 得平均 要不然另外两个心里肯定在想 对 我们采访一下李奶奶 有一个外号叫铁娘子 是不是工作特别 我呀 事业心特别强 我是一个事业型的人 因为我热爱工作 我一工作起来 我就什么烦恼 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连老公都忘了 我就是一个工作狂 您最喜欢 您觉得身体哪部分 你觉得最漂亮 我其实也非常喜欢自己的头发 就自己修 自己卷 完了以后 我就自己做发型 我一般是不让别人碰我的头发的 那晚上睡觉咋办呢 晚上睡觉没关系 那老伴也不能碰你头发 我这头发特别争气 就是我只要不洗 它就是这样子的 你也是喜欢自己的头发吗 我因为头发生来就少 我喜欢我的身材 身材 对 那时候呢 小脑袋是小嘴都不吃香的 现在呢 小脸上劲了 我反而成了优点了 因为一直注意控制体重 怕长胖 所以我在很年轻 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注意 吃饭啊什么的 都很自律 教教他们 你看他们一个二个肥的 你看 在做的还真都是挺美的 除了李群比较瘦点之外 其他的几乎都发福了 都挺美的 就是控制饮食 怎么控制 教教我们 那我要说 现在就是不健康饮食 大家会说我 什么胆结石什么的 我是不吃早点 你能做到吗 我一直不吃早点 因为起得很晚 但我终于有伴了 然后中午吃的也很少 经常有时候就拌一根黄瓜 一个鸡蛋就是我的那个营养了 然后喝一点粥 所以我身体还真挺好 我吃水果啊 这些营养鱼啊什么的 鸡肉什么的 都只基本的营养是够的 肯定啊 我们有时候拍摄抖音 大家可以关注抖音 乐退足这个账号 我们刷到过 我们也直播 现在奶奶们也时忙直播带货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